这就是 好了 你来这里很久了 早点回去吧 我留下来陪你吧 今天是你爸的祭日对吧 不然你也跟我一个人 安身叹气 在这边待两个小时了 还是谢谢你 每年这个时候 都会来江边陪我 是怕你想不开 你爸也投江了 毕竟我跟你是朋友一场啊 这个季节 江水还是很冷 是啊 萧伯伯怎么会选择投江呢 其实一定还有更舒服的方式 要是我 刚去吃安眠药算了 他走的时候特地穿了一件大棉袄 我还记得他临走之前 我还特别问他 爸 天气已经这么暖和了 你怎么还穿这么多 我爸说 他叛了 这就是他对我说过的最后一句话 尸体不是还没找到吗 尸体不是还没找到吗 也许他现在很隐性埋名 生活在某一处呢 不可能啊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最多是沿江而下 魂归东海了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你每年都来这个地方的原因吧 你想干吗 想招魂哪 小爸爸 你快看哪 你快点写写淋包 你干吗乱喊什么 你有什么事情就放在心里 但是你不觉得说出来比较痛快吗 你不敢喊 我帮你喊啊 小爸爸 你快看哪 小官来看你了 你快看哪 小爸爸 你还在来看你了 小爸爸 你快看哪 小官来看你了 小爸爸 你快看哪 小官来看你了 小官来看你了 你的意见哪 他这个节奏呢 可以从这边 你觉得吧 这个 再改动一下 你觉得怎么样 不好意思啊 请问一下哪位是张总 这位就是 张总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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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九通的翻译叶静文 小叶 你好 欢迎欢迎欢迎 房间都安排好了吗 安排好了 我特意来找您报到 顺便问一下我的工作安排 是这样 安妮这次比议任务比较重 所以说你帮她分担一下吧 你们俩一人一半 口译方面呢 你们各司其职 她负责王总 也就是立川先生 你负责另一位王总 他马上到 另一位王总 是立川先生的哥哥 王济川先生 怎么 认识 认识 那就太好了 那就不用举牌子了 举牌子 举牌子 姬川先生晚上十点的飞机 到温州 你负责接待一下 我也知道 你也是刚到 但是实在不好意思 我们这儿实在处不住人手 你去接一下 我派司机送你去 好吧 没问题吧 没问题 那就好 辛苦啊 我先忙 那奇怪了 小福说来接我们的啊 还有我们自己下来找车啊 啊 夸张 太离谱了 开除了 可能错过了吧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一直在那边等你们啊 没想到飞机说晚点了 我去了趟洗手间 你们就出来了 不好意思啊 王总 欢迎来温州 好 叶小姐是吧 叶文静是吧 是叶静文 都可以 这位是 Mr.Rene Dubois Mr.Dubois Mr.Dubois 你好 你好 就叫我Rene吧 我在清华念过纪念学 我会讲中文 嗯 Rene呢是研究东方建筑的 在大学教书 也是我们GMF的设计顾问 我跟他做了这个模型 做了两天两夜 来 拿好 哎 哎 车停哪儿啊 哎 叶小姐 你知道你刚刚摔坏的东西 有多重要吗 是我们辛辛苦苦做的模型啊 那 你们就再做一个模 说得那么简单 您来做 哎 这 你那么凶干嘛 我又不是故意的 这是偶然事件吗 还有 你懂中国文化吗 孔子的马就着火了 他先问人有没有事 再问马有没有事 哎 你们两个大男人 我为了拎这个破东西 我的包也受伤了哎 等等 等等 那个 我我刚才没听清 马烧了 你的马才烧了呢 哦 我明白了 你的包没事吧 真没事吧 嘿 看 别生气啊 别跟他说了 来 这这两千块 你买票回去 走人 什么意思啊 还以为我解释得更清楚吗 走人 你打我了 你没资格 你不是我的老板 我的行政关系在九通 你说了不算 你老板是谁 肖关是吧 我认识他 我打给他 打呀打呀 快打呀 你现在就打 好啊 我告诉你 肖关的导师就是我爸 他不敢招惹我的 还有呢 你要搞清楚 是张总说人手不够 请求九通叫我来的 请注意这种关键词词 请求 嘿嘿 嘿嘿嘿嘿 Listen listen 等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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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大家小小气 我们坐了很久的飞机 很累 自然心情也一般 然后模型又摔了 我们大不了再做一个好吗 先回去休息 alright 好 叶小姐我告诉你啊 别让我再看到你 否则 You are in deep travel I hope so 好 好 好 这 这什么女人啊这是 气死我 你 你看 对 我最近太忙了 然后我就不去接你了啊 小冬 到时候肖大哥去接你 你就站在火车站门口 不要乱走啊 那个 对 你也别太麻烦人家 听到没有 好 就这样 拜拜 小秋 这么晚还在跑步啊 哦 锻炼身体啊 你等人哦 哦 机船要来了 所以我在这里等他一下 靳雯不是去接他了吗 他们好像 在机场搞得有点不愉快 所以各自分开回来了 各自分头行动 你不用担心 靳雯一定没事的 他今天刚到温州哎 人生地不熟的 而且天都这么黑了 一个大男人独自走了 把一个小姑娘丢在那儿 相信我 这不是我的兄弟 这是你的兄弟 好吗 李川 你来接我啊 来 在路上好吗 好 你好 好 你 我最喜欢在人醉酒的P.A. 你好 你好 王总 那个靳雯真的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吗 嗯 没有 没有 我介绍一下好了 这位是Renee 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建筑师 她是我的好朋友 也是我的合作伙伴 我们高中和大学的时候 都是客户 当然我们三个感情非常亲戚 还有这位 这位就是我的翻译 谢小秋小姐 祝你平安 永远 爱你的 小秋 你好 Renee 你好 谢小姐 姐妹说你们到了的时候 上去跟她招呼一下 我们上去吧 好 那我们先走 一会儿见 你要不要 不用了 我在这里等靳雯就好 那好 喂 季川 听说你跟叶小姐 在机场那边吵架 季川要开除叶小姐 叶小姐生气了 她把模型给摔坏了 她把模型给摔坏了 她好像今天才到温州 所以 那就可以对我大呼小叫的吗 她不是GMF的员工 她也不是你的下属 我觉得 你应该跟她道歉 什么 没有 季川 没有 你不去 我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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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文 你没事吧 没事 听说你跟季川又吵起来了 你别跟我提那个龌龊小人了 对了 立川那个备用房卡 我去前台还一下 你怎么有这个 我去接机呀 我不知道航班号 我问张总 张总又问立川 她又不在宾馆 说把航班号打出来 放在宾馆的桌子上了 我就去前台取得备用门卡呀 这个能不能先借我用一下 你干嘛 我要去把我的文件删掉啊 什么文件啊 立川往事 对了对了 快去删 趁他们还没有发现 快快快快 走 叶小姐 嗨 王总 欢迎来到温州 你好 王总 听说你在机场不是很开心 我带机穿上向你道歉 那个没关系的 没关系的 小事情啦 房间安排好了吗 是几样房 这 这 有啊 房间 几 几号来这儿 1206 对对对 1206 等了这么久应该饿了吧 等一下叫点房间服务 送到你房间 你太客气了 没关系的 那你赶紧休息吧 嗯 走 走啦 走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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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看你刚才那个花痴的样子 你还好意思说我啊 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为什么只要丽川一回来 你和他之间的深仇大恨 就突然一笔勾销了 为什么 你想让丽川回来 一千封信都不够 可丽川想让你回来呢 一个眼神就够了 这就是差距 这就是命 你认了吧 小秋 你还好意思说我 给你两个眼神 你看你就犯花痴了 你就在这儿慢慢犯花痴吧 我呢 要去继续执行我的任务了 慢一点啊 没问题 放心吧 拜拜 拜拜 小姐 你好 您点的餐到了 什么什么 李川也太体贴了吧 吃点再走啊 你慢慢享用吧 拜拜 不吃了 拜拜 你知道他把我辛辛苦苦 做的模型砸了 我心里可以再做一个吗 不要这么小心 我花了很长时间做的 李川 好了 要重做你过一期哦 好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们两个真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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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秘密码 立川会用什么秘密码呢 一定是最简单最容易记的 生日 秘密码错误 谢小秋 自恋了吧 立川最喜欢的歌星 最喜欢的猫 蜜亚 我下次记住了 你这么爱吃的话 这是L.D.W.老店位 聪明啊 来了我们云南以后 吃了我们正宗的过桥米线 你的智商明显高过你的海拔 好 原来立川 这些年一直使用着这个密码 好 主徒明天争取出来 我今天晚上还要加班画文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 你的健康比这个工程还重要 停止工作 马上睡觉 来 来 你的床单有没有五百只杀 我今天晚上睡这儿了 你也叫我监视你 不行不行不行 你不能睡这里 你会去房间睡 为什么 起来啊 你干吗 去房间睡 真的 我们很久没有谈心了 明天见了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李宗盛什么时候才会睡觉 我什么时候才能逃之夭夭啊 李宗盛的真意 李宗盛的味道 还有这苏母铅笔的气味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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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每次都要求 乃书 乃乙 乃乙 不是 乃乙 我每次都看得很明显 我感觉很迷 霓裳 我终于躺在你的怀里了 久不久 我睡在冰冷 有些人 有些人 在我身邊的渣泉 我的眼睛 很快的 我沒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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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一半天後 我想到 我想到 我會想到 找到 我身邊的 二十年 我睡了 有些人 有些人 在我身邊的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 是在我身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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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不是在我身邊的 他對我來說 有另外一個名字 垂棉不砸 不是在我身邊的 是在我身邊 是在我身邊的 freelance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焦 小秋 起来吧 我送你回房间 我要睡觉 睡觉 那你说这边吧 我睡觉 我是偷鞋子 你这偷鞋子怎么睡 我睡觉 我睡觉 这部护子好真哦 肯定是假的 我肯定是在做梦 我肯定是在做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哪儿 七点四十五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早 坐 头 头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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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立川王室还没删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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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你从立川房里出来呢 我给那个王总送一份资料 什么资料 古 古代的 一大早的头也不梳 脸也不洗的 就来他房间送资料啊 因为 因为要得很急 我 我刚起床 所以没有来得及 是吗 不好意思 我还有点事情 再见 早安 早安 来了国内果然不一样了 连生意都快乐很多 是吗 我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要回来 为了那个女人吧 不是吗 要不要我帮你回忆一下呢 这四年前呢 有一个女孩 拿一张名片来找我 说要当我的中文老师 有这事吗 听说你们好像在咖啡店认识的吧 没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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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昨天是谁呢 怕我得罪他 要我给他道歉的 喂 都要开会了 我画的图你到底看了没有 这么快查开我的画 肯定被我说中了 从事朝来 你从头到尾都在乱说 你从头到尾都在乱说 乱说 准备好了吗 对啊 记得准备好了 准备开会了 好 好 你昨晚有没有见过安妮啊 没有 我昨晚十一点有文件想请她翻译 但打她电话又没人听 她会不会去你那边来 对 怎么会 我以为她会在你那边工作 没有 对 这么说 你事情没办成啊 反正卡线给你了 以后找机会再说吧 那你就没在立川的房间翻一翻 寻找一下她究竟为什么离开你啊 我哪有时间啊 你就不知道昨晚那个情况 趁现在房卡还在我们手里 一不做二不休 我们再去一次 我才不要 你可没看到今天早上立川那个表情 我跟你说 哇塞 那个殷勤圆缺的 我才不要去 立会才刚刚开始 翻一门不用去 我们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你不是说立川开完会要去现场吗 那我们至少有一个上午啊 不要啦 万一又看到Janette呢 那不是丁儿 我说你做事情不靠谱 你还跟我狡辩 那门上有猫眼 你出去前不会看一看呢 哎呀 我觉得 你要是被立川逮到问题不大 他是你的老情人嘛 不会拿你怎么样的 不过你要是被Janette逮到 那 他多半会以为你跟立川上床了 上床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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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真的这么认为了 拜托 嫉妒中的女人都会这样以为的 这是本能好不好 可是Janette对我挺好的 我不想伤害她 你要是不损害她的利益的话 她当然对你好了 可现在情况不同了 你就是她的眼中钉肉中刺 你就等着她把你铲除吧 那你还给我出馊主意 还让我二进宫 那你不是要找答案吗 这就是寻找答案的最佳途径 走 赶紧走 不要了 我不想去啦 我说你怕什么呀 立川本来就欠你一个交代 他不肯给 我们就自己找答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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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妳的 行政套房 比我的房间大很多 有咖啡机 趁他还没有回来 我们喝点咖啡怎么样 你在做什么 我上次着急 没来得及看嘛 那也得干正事吧 先干正事 是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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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把它翻成这样了 它回来发现了怎么办啊 找东西嘛 不就要这样找嘛 这李一川可真够奇怪的 除了铅笔图之笔记本 什么都没有 难道它除了工作 这不干别的吗 你找到了吗 行李箱 那个不要找了 那个是人家隐私啊 什么私呢 我们现在要找的就是隐私 快快快 来 帮我 这个不要找了 要不咱们走吧 快点快点 找啊 这什么东西啊 什么呀 没有 找到了 这怎么都是你的照片啊 没有它吗 不是 是 应该有一张合影的 但是好像不在这里 看来 李川真的没有忘记你啊 这中间 一定有什么巨大的隐情吧 这是她的钱包 钱包不要翻了 男人钱包不能翻的 男人最大的秘密就在钱包里 这是什么啊 特别看来 你不觉得你的心里有一丝丝的感动吗 那也许是他为了下次出差的时候可以用呢 这 你们的照片 真相究竟是什么 李川 如果不爱我为什么还要保留着这张合影呢 如果还爱我 又为什么要分手 究竟有什么难言之疑 我们之间究竟是什么鸿沟难以逾越 你一定也曾经努力过 对吗 小秋 这里好像是你给他写的借条 他真人很奇怪 干吗随身带着一张欠条在身上啊 难道要随时跟你讨债啊 不会 李川也不缺钱 那我把它撕了 否则你们之后真的掰了 他会找你要的 别别别别 那些钱我是要还他的 而且这个也是以后重要的凭据 是你傻的凭据吧 赶紧收起来 放好 放好 回来了 回来了 我先走了 我坐阳台 你去哪儿 你别弄危险 你被打到没事 你们俩交情好 我被打到就麻烦了 小心一点啊 积文 好 怎么回事 怎样才能将你忘记 是否那样爱更美丽 怎么努力只不过存实 让你哭泣 可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 我多么不愿意让你受委屈 假设我和你从未相遇 这样你的泪滴能留得少一些 少一些 可是有一种爱是为了分离 这一次我终于可以忘了你 但越想忘记你越清晰 原来挥之不去 这是爱的爱的记忆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